賴士巴委員 死大名列,你們這裡是名列在裡面 死大名列之一 急診室等不到病房 不只,還有食品衛生也有 食品衛生室 急診室等不到病房也是 急診室等不到病房也是 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看法怎麼樣 過去站起前當署長就有講到 急診室最多不能超過48小時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現在情況怎麼樣 是有,因為 醫院,個別醫院有一個總額 總額到了一個程度以後就有所謂的斷頭 那現在是這樣 如果大家一定要到某一個特定的醫院 就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也有很多的醫院 也很不錯,像區域級的醫院 也是每一個科都有 但是他們的站床率 六成七成 那地區院只有五成 我們也有急診的醫療網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做更多的宣導 如果大家一定要到 一定要到台大或長坑的話 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應該讓民眾多多知道 事實上還有很多個地方可以去 如果大家都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醫院 那必然有這種現象 事實上我們現在每一個醫療區的資源 應該都還過得去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要跟民眾宣導一下 那我們當然也會要求醫療院所盡量來安排 那如果它融合不夠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盡快的轉整 其實現在我們有無線電 所以那個地方可能要等 你是不是趕快到那個地方去 我覺得這個方面真的是可以再來加強 就是在還沒有到院之前就做好調配 我們是看到有人等了十幾天 但是這個我 那他堅持 我告訴你 我常常我的服務處常常在處理 等五天是很正常的 常常等五天 不見得只有台大龍總 有其他醫院 比較四中心醫院常常等五天的 常常等五天的 我問了這個民意也是很 很前面的民意 所以我其實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特別一定要來跟你請教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民意代表很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醫院 你一方面來講 我們覺得是這個也病的東西 可是另一方面 醫院本身也是 就是說 我們有個名嘴 是 不要講那一位了 電視上常常出現的名嘴 他是老爸去住院 放進去 沒有人理他 當然他不知道是水不知道 但是旁邊就說 他是水的爸爸 還跟他講那個是名嘴的爸爸 一樣沒有人理他 知道什麼 後來那個名嘴沒辦法 請就打電話給這個民意代表 給院長了 才開始理他 還有這種現象 對這種現象是 是 我的意思是 這個醫學倫理 你們 你們 是不是也要 一方面當然現在醫院經營的很辛苦 對 很辛苦你們砍來砍去砍來 健保亂砍一通 砍很辛苦 那另一方面 這個 一方面當然我們老闆現在教育 可是醫院也要教育 醫院對於 這種所謂特權的處理的東西 還有對於所謂的這個醫療 這個所謂的隱私的東西 基本上 在大醫院裡面 我肯保證 所長 你他住院 馬上SNG就來了 是 馬上SNG就來了 這個 毫無隱私可言 大醫院 對 我相信是如此 我報告了 我們這個醫院 多數 對這個 隱私有一套辦法 我們就一定是不讓這個患者的臉 或者是他人 這個被攝影機拍到 我們都是讓他拍拍牆角 拍拍為臉 那麼大部分的醫院都有這一套的SOP 你不能說 只是 我問東你回答西 我說 比如說像你這樣知名人物進去 我不知道要不要拍到 馬上就知道說你去了 對 這個東西是有問題 是有問題 我給你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是 現在我們這個急診 到哪裡去 那麼有一個網 就是跟那個消防局有個網 那麼這個用無線電在聯絡 說緊急到哪裡去 這個呢 很多的媒體在監聽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媒體在監聽 對 違法監聽 不是 他們可以轉到一個頻道 我隨便舉個例子 這個 胡市長夫人那時候 我在旅行其美醫院嘛 他們 我 我們還沒有到 他們就 他們就可以聽這個 這個頻率嘛 所以這個 另外啊 前一陣子 那什麼 譬如說什麼醫生啊 那個人家 什麼匪夥女主角的這種事情 把它削了出來 這個不對 這個我們處罰 這個都你們處罰都 這個處罰 對他來講他划算啊 因為你看一天的SNG跑了 一天的新聞這樣全部跑下來 他賺多少啊 讓你罰一百萬算什麼 那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東西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東西啊 那不然 我覺得這個啊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法 那我們造法是法嘛 如果要修法 那可能還是要 不一定修法啦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還有處理方式 你們可以給他 有有有有 我每一次啊 跟這個醫院 醫院這個 醫師公會啊 醫師公會報告說 醫師公會還有 還有一種處理的方法 就是啊 開除會期 因為根據我們的法律啊 如果他不能夠加入醫師公會的話 他就不能夠拿到職業執照 可是我們的醫師公會 我們也知道嘛 像這樣的處理啊 他們是 很遲疑的 那我們將來繼續跟他們溝通 就是說 你可以是拿醫師的順處 但是呢你不能達到職業執照 這個 這個也要醫界來自清啊 不是只有行政手段 你上任之後啊 所長啊 你是 梅綠峰寫一些 等一下我們再談一下 你肩膀會不會長的問題 但是 你上任之後其實談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外界是 蠻欣賞你的魄力 既然 你有這樣的guards 既然你隨時準備走人 你可以放手做很多事情 這個事情 隨意的 揭露病人的隱私 甚至於拿來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或者選舉的工具 像選舉胡志強市長 他的兵力被揭發的時候 那幾位醫生 沒問題 到現在沒事耶 對 那個時候 對不對 你要處理 那個時候不是我當處長 如果現在還發生的話 我會給他非常嚴厲的處罰 怎麼處罰 你怎麼處罰 很簡單嘛 我可以 吊銷他的證照嗎 我們要查查相關的法規 法規怎麼做 我們可以用最嚴厲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應該有任何的空間 這個跟黨派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的空間 沒有空間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看到今天翁啟會 中院院長 我覺得有一段 中院院長 我覺得蠻好的 他心目中只有專業 他碰不到政治 我覺得署長 你應該類似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談這個生技的東西 其實我就轉到這裡 好了 先提一下健保 我覺得健保會調漲 你有你的論點 外界看法 可是署長我老實跟你講 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健保局總經理 在電視上在公開場的講的話 非常不宜 總經理怎麼可以講這個話 一部好像他拿50萬拿太少 他獎金50萬一部拿太少的樣子 他覺得要替3.8個月 現在全國老百姓 我們的工廠 我們的公司 有哪一家 平均哪一家拿到1.5個月的 有些人說 哇這個營建業拿5個月 7個月8個月 那是底薪 底薪的8個月 一點點你們拿3.8個月 總經理好意思 你要不要講一下 總經理 你好意思這樣子打言 不慘這樣垮垮 談 認為你該得的 你50萬 你會 好意思講 這麼高調嗎 總經理有這樣談嗎 當然就這樣談 他替你們3.8個月 外界質疑說 你要漲健保費 這個 我們虧了一套糊塗 今年虧了上千億 為什麼你們同仁蔣經理那麼多 如果你今天想說我們基層的 辛苦應該給他多一點 我高層可以少一點 這就要講出來 你要給你鼓掌 總經理不是啊 聽到Defense 所以人家旁白 人家旁白就下去啊 我們的總經理 這次總經理 我們的獎金拿50萬 當然要捍衛50萬 好意思嗎 總經理 包委員 好意思嗎 那個報紙的title是說 電視這樣寫啊 我看了幾次啊 我回應的是 報紙的title是說 健保有虧損 我們還好意思拿3.8個月 當然是啊 我的訴求是說 那個虧損 支多少不是健保局負責的 要收多少 也不是健保局的權限 那用這個東西 壓在健保局的頭上 我個人認為是不合理的 我是針對 當然合理啊 因為你想一想 為什麼長不動 所長你想長為什麼長不動 大家想到 老百姓這樣講 接頭老百姓隨便問都這樣子啊 你虧錢的 叫我們付錢給你 然後你 平均 我們拿不到1.5個月 然後你0.3.8個月 不管健保局 虧還是賺 虧那麼多 你還好意思拿3.8個月 你怎麼好意思拿3.8個月 對不對 然後你還大言不慘的講 說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健保局現在是事業單位 怎麼沒有關係呢 國營事業今年中油台電 虧 他們是被砍啦 原來4.6變成2個月 怎麼沒有關係呢 你們是國營事業嘛 雖然不是公務機關 對不對 你們好意思這樣子嗎 我們立委實在太善良了啦 立委真的是太善良了 都不好意思砍你們啦 是不是 每年讓你們這樣 哇啦哇啦 每年的預算中心 你每年罵 4.5太那個了 每年罵 這樣給 每年罵 這樣給 是不是 然後你說要跟他們一起收錢 當然收不到啊署長 再有破例的話 人家沒辦法支持你掌 本來會要支持你掌啊 看了那一幕怎麼支持呢 沒辦法支持啊 對不對 一方面 賺了錢啊 給你們發獎金啊 難道不是嗎 那個是公務預算 我還是要跟委員再報告一次 什麼公務預算 全問你 全問你台電中有是不是跟你一樣 國營事業啊 不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一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啊 那個 呃 我們的這個 呃 保費的收入啊 不 我我我如果是一個事業機關啊 我當然要負責盈虧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知道健保保費的收入 不是健保局衛生署就決定了嘛 那直出是有一個費用協定委員會 他們決定說 哦 要加多少項目 要要要新的要新的設備 若長 若你要這樣講 對不對 你如果另外一個講話是不一樣的 嗯 如果你今天講說 各位如果覺得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我們的同仁需要這樣子 可以 怎麼樣 薪水調整 如果你這樣講的薪水調整 是 所以現在三點八個月 這個是最後一次 三點八個月 觀感非常不好 是 我也知道 觀感非常不好 很難說明啊 每次說明都說明不清楚 拿五十萬觀感不好啦 你拿五十萬 憑什麼你拿五十萬 你以前當副署長 又沒拿五十萬啦 對不對 觀感很不好啦 不要五十萬啦 十幾萬都很 我不好意思告訴你 署長很清楚 反正你很清楚 不會說什麼 所以我們還有再跟社會講清楚嘛 對不對 這個第一個 他現在改次了嘛 而且是從四點六個月一直降降到現在三點八個月 而且這是最後一次啦 四點六降到三點八不是降的 如果降到二點八降二才是降的 那 那 那我也在一次每一次的報告 這個是行政費用 不是在保費支出裡面 而且健保局的行政管理費用 如果已經降到醫療費用的1.48% 如果 那你這樣講 我們健保費全國最低 全世界最低啊 你剛剛這樣講就好了啊 對不對 沒有 如果你這樣不要用 不要用年總獎金這個科目 好 對不對 不要用年總獎金這個科目 不要用三點八這個數字 嗯 有沒有這回事 世界衛生組織向所有的會員國 嗯 要求 拜託 說是不是能夠捐十分之一的疫苗出來 那現在很多的國家答應了 但是疫苗都拿不出來 那如果我們到了十二月底 一月的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 照目前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多數人 最主要是高危險群嘛 就是最起碼年輕人 一直到大學生通通打完了 那還有這個能量的話 那我們再來考慮 現在最快十二月底是不是 對 我們也希望你對外做之前 對內 我看很多縣市不到一層 這個要小心 但是我們的 對內來講 那個一層 現在主要是看那個高危險群 如果是高危險群 高危險群的時候 已經到了兩層三層 你了解為什麼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這個 學生嘛 學生活動力最強 等到多少 普遍率多少就可以 我想大概 最少要打五六百萬以上 然後疫情 那麼十二月底 大概可以打到五百萬嘛 五百萬六百萬嘛 因為現在已經打了兩百萬嘛 現在我們十六號開始打學生嘛 十六號開始打 不夠耶 我們最少一半可以嗎 打完一半以後 這個我們看看疫情的控制 如果說我們打了五百萬 把年輕人都打完了 那馬上就壓下去了 那就好 如果還壓不下去 我們再繼續打 現在高峰過輪 現在高峰過輪 現在正好到高峰 我們這幾天已經發現說 那個第一批打的 那些學校的 那個 那個 停課的行程 已經下降了 我相信這個禮拜 到這個禮拜五禮拜六 會很顯著的會出來 那最遲兩個禮拜內 我們國內還是先照顧好了 好不好 是當然了 國內優先一定是這樣 這毫無疑問的 一定如此